5 4 3 2 1 請啟動 台灣自來水公司有鑑於去年的旱災危機 高雄市齊津地區需要一條備源管線 於是在今年8月完成備源管線的通水管線工程 我們今天到齊津來也是要把一條水管再加一條 讓齊津居民有水可用 那因為今年是歷史上第一次到現在還沒有颱風 那這個是主要作為齊津過港過去自來水的一個輸送 都是走過港稅上的我們的自來水的鑑管 那因為時間也非常久而且是用鋼紙的材料 所以在我們的高雄港的海床下的 第二條的一個備源鑑管的水管的這個完工啟用 高雄市自來水公司指出 其境第二條過港送水管工程 施工採用陸地鑽到海床下跨越高雄港 管線長度為1075公尺口徑71公分 為台灣自來水公司第一次採用的大口徑長距離創新施工方法 那這個部分呢總經費達到1.4億左右 那未來也會穩定提供可增加大概1萬戶的供水 那用水量也會增加1.02噸左右 那這個對於我們期間居民的這個用水 那還有作為一個備源的功用 其實幫助非常的大 台灣自來水公司表示管線完成通水 未來供水量將多了一倍 對於供應高雄騎金的用水 供水狀況也會相對的穩定 對於騎金地區民生及產業會有很大的幫助 人間衛視王天倫高雄成本報導 太陽光 至低迷移鈍